这个女人胆子太大了 面对痴人的幽灵 男人吓得躲到乌鲁 女人却大胆地向前走去 黑色的幽灵慢慢向她靠近 很快就把她包围了起来 这些幽灵以成年人的灵魂为师 但这个叫库尔特的女人 却丝毫不惧 就在昨天眼睁睁看着 莱拉逃回了喜鹊城后 库尔特气急败坏 为了找回莱拉 她决定前往喜鹊城 但老黑却告诉她 那里有着专门推示 成年人灵魂的幽灵 库尔特闻言意识到 幽灵主要推示的是 成年人身上的尘埃 对于研究了一辈子尘埃的她来说 幽灵很有可能会成为她的助理 果然库尔特的猜测很准 幽灵只是对她为而不公 甚至有些惧怕的 这一幕连猴子都给惊呆了 很快库尔特控制着幽灵 飞向了远方去寻找莱拉 虽然老黑也很震惊 但还是为库尔特感到高兴 两人喝起小酒 烘托了下气氛 请到农师两人的精灵 都不自觉地靠近 只是老黑万万没想到 酒里早已被库尔特下了毒 没过一会老黑就毒发身亡 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有了幽灵这个帮手后 老黑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 离别 老里他们驾驶着热气球 穿过了时空裂缝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高兴 教会的飞艇紧随其后 追着他们而来 热气球没有飞艇跑得快 老里有些不知所措 格鲁曼却不慌不忙地念起咒误 紧接着一道闪电屁下 其中一艘飞艇被击毁 不过很快教会展开了报复 子弹打得他们抬不起头 格鲁曼来到一遍 看向了树林中的乌鸦 无数的乌鸦被他控制 飞向了一艘飞艇 剩下的最后一艘眼见不妙掉头 落荒而逃 飞艇中一名士兵向他们开了一枪 子弹击中了气罐 热气球失去了控制 向着地面落去 里边 莱拉这里却遇到了麻烦 他和威尔被一圈孩子 堵在了天台上 关键时刻 女巫弗林感到救下了他俩 由于威尔的断指伤势变重 弗林建议回原世界治疗 因为那里的草药有着魔力 但却被威尔拒绝了 因为他来这个世界 还有别的目的 那就是找到他的父亲 在他父亲的日记里记载 他很有可能在多年前 就来到了这个世界 莱拉通过黄金罗盘查询了 威尔的父亲就在这个世界 而且还就在附近 与此同时 教会的士兵放出精灵 去寻找坠落的热气球 正在前进的格鲁曼 突然停下脚步 他抬头看向天空 一只老愣在天上扑了 显然他们已经被发现了 就在他俩快速逃离时 一名士兵已经瞄准了他们 一声枪向老李的小腿被击着 两人躲在石头后商量对策 这种情况下 老李自知两人一起逃的话 都逃不掉 所以他自愿留下断后 让格鲁曼前去保护来了 虽然老李枪法十分的厉害 基本上一枪一个小朋友 但终归寡不敌主 还是被敌人击中的要害 无奈下他拿出 弗林的云松之仕途召唤他 远处的弗林感受到了召唤 但此时老李已经支撑不住了 别走 我还在这里 我们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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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帮他们